自尊 啊 哇 不是吧 肯定是我昨天 買蔥燒就搞成這樣 好啊 你的電話鎮了幾十次 再鎮 什麼都關掉吧 對 什麼啊 懂什麼啊 你們 行得這麼多的了 行 喂 喂 BB 我買了你最喜歡吃的朱古力和薯片 你幹嘛買 不吃了 別人啊 因為和你拍拖辛苦 現在整天休息都白髮了 那學我吧 逐漸變黑又行 立即變黑又行 行就好 那你的影片幫我變賣了 好吧 那待會見 拜拜 手套 梳 掩髮劑 雷醫生 看開始了嗎 掩頭髮 掩髮劑 掩頭髮是應用了氧化還原的化學反應 要了解掩髮的原理 首先我們要了解一下頭髮的構造 我們的頭髮裏面含有三層結構 最裏面那層叫做MEDOA 是纖維狀的物質 它是頭髮的核心 中間那層叫做Cortex 這層含有色素分子 是我們頭髮顏色的來源 而在外面那層叫做Cuticle 這層非常薄 而且是透明物質組成 Cortex那層含有兩種色素分子 Umalignant 和Pheomalignant Umalignant 呈現黑色或深啡色 而Pheomalignant 呈現黃色或紅色 這兩種色素分子的含量和比例 會決定我們頭髮的顏色 如果我們要把頭髮染成一種新的顏色 首先我們要把頭髮漂白 漂白就是清除原本在頭髮裏面的色素分子 通過氧化還原反應 色素分子的結構會被破壞 而雙氧水就是漂白頭髮最常用的化學物品 當頭髮被漂白之後 我們便可以選擇不同顏色的染料分子 塗在頭髮上 這些染料分子會和頭髮結合 這樣頭髮便會有新的顏色 假如我們好像Gene 不小心染錯顏色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我們只需要選擇另一種染色劑 重新染過就可以了 我和Gene剪拍攝 我可以選擇 你會選擇 在我選擇 假策 你會選擇 每天都不需要美 我想選擇 我選擇 你的水 能進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